内政部今天公布了108年 各政党财产申报表 其中国民党未受关注 收入大约是11亿多 支出6亿多 劫余还有4亿9千819万 堪称是劫余最多的政党 不对于这个消息的国民党出面喊冤 表示收入的11亿多 其实有将近6亿多 必须是被党产会给冻结的 扣制之后国民党还负债1亿多 加上107年也负债1亿多 加起来其实还欠债了2亿7千300多万 2020总统大选后 国民党不仅面临大败 更对外界不断宣称党产几乎归零 前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还要不断下乡找资助 不过摊开数据一看 根据内政部公布的108年 政党财产申报 国民党总收入约有11亿4281万元 其中不动产拍卖收入约有2000多万 股力则有5亿多元 支出为6亿4462万元 节约有4亿9819万 而对比民进党全年收入约有6.1亿元 政党补助金收入有2.8亿元 另外还有1.8亿元的政治现金收入 党费收入则有1.4亿元 支出则有8亿988万 总计短差近2亿元 所有政党中国民党党产最多位居第一 国民党国民党党党好几百亿 他很习惯说我一定要靠杂资源来经营组织 现在突然没有资源他就不会经营组织 对我来说有钱人哭穷的角度真的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4亿多元的数字引发外界批评 国民党根本就是有钱人在哭穷 对此国民党行管会主委邱大展急忙跳出来澄清 被冻结的钱大概有6亿4千多万 那如果是以国民党这个总收入11亿4千多万 扣掉6亿4千多万的去年的一处 实际上的一处是1亿4千多万 邱大展喊约表面上结余有4亿多元 但实际上加上107年以及108年的负债 国民党总共负债2亿7千3百多万 但这说法让民进党听不下去 国民党执政就是把国库通党库 所以那些钱本来就不是国民党的 不要再只有嘴巴说说会党产归零 党产要捐出来 国民党的党产到底是暖缺 还是有余资料会说话 随着内政部公开申报表 更让国民党党产问题再度成为焦点 记者综合报道